欢迎小朋友 今天我们又在天空主学见面了 有几个星期没有跟你们在一起 今天很高兴看到你们又在出戏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祷告先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要再次满心感谢主你 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 你是创造我们的主 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主我们要感谢主你 因为我们得称为主你的儿女 也能够让我们在主你面前敬拜来赞美主你 主我们要感谢主你带领我们一星期的日子 一星期的生活都能够平安 有健康有喜乐 我们要感谢赞美主你 这时候我们要开始我们的天空主的学 我们要在这时候来唱诗 就是敬拜来聆听神的声音来听神的话语 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 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好 现在我们要进入 敬拜赞美的时刻 敬拜赞美完了 我们就交时间交给我们的阳光老师 张俊永老师 等一下你们见到他 好 来 这是我们敬拜赞美 好 小朋友 现在我们来就开始我们的敬拜赞美 我们是时候把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 因为神是爱我们的 所以我们也爱他 我们要把我们的歌声 我们的敬拜献给我们的神 好 准备啊 我们来开始唱诗 我看见神的爱 在温暖的阳光 我看见神的爱 最澎湃的海洋 我看见神的爱 在温暖的阳光 我看见神的爱 在你我的脸上 看见神的爱 在温暖的阳光 我看见神的爱 在澎湃的海洋 我看见神的爱 在灵敏的心肠 我看见神的爱 在你我的脸上 在每个微笑 在每个拥抱 在每个祈祷 我能看见神的爱 在每个微笑 在每个拥抱 在每个祈祷 我看见神的爱 在每个祈祷 我看见神的爱 在温暖的阳光 在温暖的阳光 我看见神的爱 在你我的脸上 在每个微笑 在每个拥抱 在每个祈祷 我看见神的爱 在每个微笑 在每个拥抱 在每个祈祷 我看见神的爱 在每个微笑 在每个拥抱 在每个祈祷 在每个祈祷 我看见神的爱 在每个微笑 在每个拥抱 在每个祈祷 在每个祈祷 我看见神的爱 在每个微笑 OK 很好 小朋友今天唱得很好 小朋友今天唱得很好 OK 现在我们来讲 第二首诗 记得神是爱我们的 第二首歌是 靠着耶稣圣明 这首歌告诉我们 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 不管在我们害怕 我们很紧张 我们很犹豫 我们很担心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跌倒的时候 我们都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圣明 来胜过一切 因为我们的主是 是值得我们配得我们来依靠的 好 小朋友记得 凡是我们要靠着耶稣圣明 我们必能得胜 好 我们来唱这首诗 我们能够祝福 是值得我们的主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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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抗着耶稣生命 靠着耶稣生命 我们必定得生 靠着耶稣神明,靠着耶稣神明,我们必能得生 谁能赎尽神明作为,谁能赎尽他的爱 靠着耶稣,靠着耶稣神明,我们必能得生 好,小朋友,今天我们再唱多一首诗 再做结束我们今天敬拜唱 让大家一杯心,我们一起来唱《进入我心》 《进入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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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来看看今天老师要讲的故事题目是什么 OK 出来了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胜过试探 胜过试探 然后取自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同学们什么叫试探 如果我们想一想 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都有听到一些的引诱 一些声音对我们说 不要做诚实的孩子 诚实的孩子很吃亏的 不要做好人 做坏人更好的 来我们看看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什么引诱呢 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我相信都有听到这样的声音 两种的声音对你说话 有一种声音说 小朋友 手机很好玩 一直玩手机 不要读书了 手机里面太精彩了 很多的游戏很多的戏好看 为什么我还要读书呢 所以我们看到手机就是现在的社会 一个很大的一个引诱 张老师教的是中学 我很多中学的学生 告诉我他们打game 打到半夜没有睡觉 第二天上这个网课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起来 要我一个一个打电话叫他们起来 你看这个手机的引诱 结果他们的功课一直在退步 令老师很担心 还有同学们还遇过什么样的引诱呢 请大家来看 这个人为什么他的手会写字 他的手为什么要写字呢 原来他的左手在写字 右手就是有一些的笔记 一些的笔记答案在里面 原来他在作弊 你看他的手操到一大堆东西 其实今天张老师不是教你们作弊 我们来看这间学校很可怜 他的学生考试需要这样的 盖两块的这一个白纸在旁边 为什么 就是不要他们东张西望 你看到吗 就因为魔鬼的引诱 使到很多的人都失败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社会 特别是马来西亚 我们看到这个抽烟到毒品 越来越严重 我们看到这个引诱啊 哇一直在引诱 这些坏人一直跟你说 抽烟没关系 抽烟没关系 抽烟是不会变坏的 可是他们在香烟里面 却放了一些毒品 直到很多人今天都掉入了这个毒品 结果的他一生当中就被毒品困绑 不但钱包没有钱 家庭破裂 最后连工作都没有了 毒品害了他的一生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每一天 我们都遇到有大的试探 也有小的试探 这些试探都来自魔鬼 魔鬼要考我们 我们来看看 其实耶稣也跟我们一样 耶稣也曾经受过试探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 第一章一节到十一节就有这样的故事 这时候张老师就跟你们分享一个video 来看看到底什么试探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来看看耶稣受试探 一个长达两分钟多的一个video 大家注意听 今天老师会发问的问题 都来自这个 好 OK 好 都出来了 准备好了 旷野的试探 好 我们就请故事里面的小朋友来讲故事 上帝的灵带领耶稣来到旷野 在那里 耶稣四十天没有吃喝东西 后来他就饿了 把旦知道耶稣饿了 就来试探他 他指着一块石头说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吧 耶稣用圣经中上帝的话来回答撒旦 说 人不是单靠食物活着 而是靠上帝所说的一切话 接着 撒旦把耶稣带到圣殿顶上 说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就从这里跳下去 因为圣经上说 上帝会派天使来保护你 耶稣再次用上帝的话来回答 说 圣经上说 不可试探主 你的上帝 最后 撒旦带耶稣上了山 将世上的万国和财富都指给他看 说 如果你向我跪拜 这些就都是你的 撒旦退去吧 耶稣命令的 然后他再次引用上帝的话 说 因为圣经上说 要敬拜主 你的上帝单单侍奉他 耶稣说完这些话 撒旦就离开了 接着 有天使来到耶稣身旁 服侍他 耶稣面对各种试探 却从来没有犯过罪 一次也没有 好 同学们 都听得懂吗 OK 好 在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呢 好 在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 其实有几个重点 我们不需要来看 哇 有很多声音 我看到 OK 好 我们来看看 在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 有几个重要的 我们看到耶稣 跟魔鬼 两个在拗手 其实呢 魔鬼的目的要什么 魔鬼的目的就是要耶稣离开上帝 今天也同样的 魔鬼对我们每一个人说 哎 相信上帝不好的 你们要离开上帝 跟我魔鬼做朋友 啊 所以呢 耶稣面对了哪些的试探呢 我们来看 刚才故事里面告诉我们 第一个试探 当时耶稣在旷野里面 四十昼夜 四十天 多少天 四十天 哇 肚子饿了 哇 肚子很饿了 啊 那么魔鬼就来了 当人肚子饿的时候 魔鬼就来说什么 哎 魔鬼说 你呀 能够把石头 变成面包啊 对不对 当它变成面包 你就有东西好吃了 我们看看 第一个试探呢 其实都告诉我们基督徒 其实我们今天都面对很多肉体的引诱 有些人生病 啊 医生说不可以吃ice cream 可是呢 你看到ice cream很好吃 很甜 你要吃吗 如果你吃的话 你就已经输了给魔鬼 你会一直的生病 永远都病都不会好 所以呢 魔鬼 试探耶稣 耶稣 怎样赢他呢 耶稣怎样得胜呢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刻是胜过试探 耶稣怎样试探 胜过试探呢 大家要听在这故事里面 耶稣用上帝的话 耶稣说什么 上帝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 讲到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其实这一节经文 耶稣告诉魔鬼 你不要骗我啦 人会肚子饿 没问题 但是人更重要的就是要听上帝的话语 因为上帝的话语是最宝贵的 哇 魔鬼吓到一下 哇 耶稣会用上帝的话语胜过了 第一关 耶稣赢了 我们来看到魔鬼不放心 魔鬼不服输 他就来了第二关 哇 我们看到一个很高的建筑物 魔鬼就带耶稣走上了这个建筑物 其实呢 这里是一个建筑物 其实真正的当时在旷野啦 旷野没有建筑物的 他带耶稣到一个山上去 然后他就指着下面跟他说 耶稣你跳下去 为什么要跳下去呢 我们知道啊 我们人很骄傲 就好像亚当跟夏娃 他也是很骄傲吗 他说魔鬼怎样引诱他 还记得吗 在创世纪的时候 魔鬼对夏娃说 跟亚当说 当你吃了这个禁果的时候 你的眼睛就会亮 比上帝更聪明 对不对 所以魔鬼就用这样的方法 结果夏娃输了 吃了那个禁果 耶稣怎么办 来我们看 魔鬼说什么 他说耶稣你不用怕的 你跳下去 因为主会派他的使者 天使就会来 把你 借助他 哇 这一个引诱代表什么 这个试探代表什么 我们人啊 这个心 我们有时很骄傲 我们很喜欢靠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 这就是我们情绪的软弱 这时候耶稣怎么样 耶稣用了一节圣经节 耶稣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 魔鬼 不要试探你的上帝 上帝是一切事情的掌权者 结果耶稣又赢了 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 哇 耶稣站在山上 魔鬼只给你看 你看下面各国各地 这些地方 如果你向我下跪的话 这些荣华富贵 全部都给你了 我们看到这一个引诱 这一个的试探 其实在我们今天生活里面很多 今天我们看到 不管是小朋友也好 甚至是大人也好 很难过这个金钱 我们今天都被金钱 地位引诱了 因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都想要加大车 住大大间的物质 我们都希望享有荣华富贵 就因为我们太享有荣华富贵 我们忘记了 原来在我们生命里面 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耶稣用了这一句话 来赐质魔鬼 耶稣说什么 当败主你的神 当要侍奉他 就是说 你们不要给魔鬼骗了 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相信耶稣 侍奉 替耶稣做功 替上帝做功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故事 这三个引诱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耶稣如何胜过试探呢 大家能够知道吗 耶稣如何胜过试探呢 我们看到三个试探 肚子饿了 跳下去 荣华富贵都给你 但是耶稣没有靠自己 我们知道这个故事里面 很提醒我们 千万千万不要靠自己 因为靠自己 人有罪 人是软弱的 只有一个方法 用什么方法呢 我们看 就好像耶稣的方法 他用了上帝的话语 因为圣经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 乃是要靠上帝 手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不管是大朋友也好 小朋友也好 在各位在做 在听故事的家长们 小朋友们也好 这个故事很简单 但是这个试探 今天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记得 只有一个方法能够赢过魔鬼 就是胜过试探 来了 我们来看看五种的情况 第一种呢 我们常常碰到这种问题的 你看到吗 朋友说了一些伤害我的事情 我很难过 因为他很不应该这样阴望我 我恨他 我恨他 我一辈子都不原谅人 这是魔鬼引诱我们 魔鬼要我们去伤害别人 魔鬼要我们去恨别人 有些我看到他的兄弟姐妹 彼此仇恨 不原谅 其实如果我们用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怎么说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他说 所以你们在祭台上献礼物的时候 要想起向你的弟兄 想起你的弟兄 向你怀愿 那就把礼物放在坛前 先去向弟兄和好 先去向弟兄和好 才来献礼物 这一句圣经记告诉我们 到底敬拜上帝先还是要原谅朋友先 原谅弟兄先吗 我们看到 上帝要我们先去原谅人 当我们心里面很多仇恨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够集中精神 去敬拜我们的上帝 所以我们要学习 魔鬼叫我们恨人家 我们就不要恨人家 这样你就胜过试探了 我们再看试探二 今天我们讲到耶稣 受到试探 引诱世界各国的荣华富贵都给你的 今天可能你还是学生 可是有一天你长大了之后 或者你爸爸给你零用钱 你要多多的零用钱 我要赚多多的钱 不管用什么方法 只要有钱赚就可以了 这是上帝的意思吗 没有 其实这是魔鬼的意思 所以老师放黑色的 那么上帝又怎么说 上帝告诉我们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好了 这段的经文其实要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人 不要天天只是看地球上的东西 地球上的东西 有一天都会结束的 有一天都会失去的 就好像钱这样 有一天你离开世界 你带不走任何一些的钱 但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我们先要来认识上帝 当我们认识上帝 上帝绝对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 就好像野地的花 就好像天空的飞鸟 一点都不欠缺 所以不要给钱坑绑了 魔鬼今天告诉你赚多多钱 用不择手段赚多多钱 这是魔鬼讲的 上帝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再来看试验三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嘴巴 我们的嘴巴不只乱乱讲话 我们的嘴巴不只在骂人 人家不喜欢听没有礼貌的话 我们的嘴巴还乱乱吃东西 对不对 反正人不可能活到一百岁的 吃一点东西没有问题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在罗马书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 为什么呢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圣洁的 请记得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圣洁的 因为上帝是圣洁 他要我们也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 我们吃东西可以 但是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 我们再来看试验室 然后这试验室常常是这样的 有警察在的时候 那个人取摩托就戴铁帽 警察不在的时候就不戴铁帽 看到警察就拉绑安全带 没有看到警察就乱乱来 就是这样 这是魔鬼引诱我们 叫我们不遵守交通规则 圣经又怎么说 圣经告诉我们 在上的有权柄的人人都应该服从他 也就是说 上帝叫我们要懂得尊重我们的政府 尊重我们的警察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如果我们都不尊重警察的话 这世界就会大乱了 我们的国家就会乱 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要服从那掌权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掌权的这些警察都是上帝 所选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服从 来最后一个了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大人 甚至小孩子都会 我们看到 当我触犯了交通规则 警察来了 我怎么办 我没有戴铁帽给警察抓到了 怎么办 魔鬼就会说 没有问题 给他吃copy all钱就可以了 给他吃copy all钱就可以了 对不对 他就会放过你了 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给他吃copy all钱 什么叫copy all钱 copy all钱就是给他钱 叫他放你走 我们看到今天很多人玩臭 他排队的时候 他本来排在后面 结果他就给钱 我给你钱 你给我去全面 今天我犯法了 我给你钱 你放掉我 警察是不可以收你的copy all的 警察收你的copy all钱 贿赂的话 警察也是犯错 你也犯错 圣经怎么教导我们 我们看 生命纪16章19节 不可趋望正直 不可看人的外貌 也不可收贿赂 因为贿赂能叫智慧的人演变瞎 又能颠倒义人的话 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 圣经说真的真的 给copy all钱贿赂 mark and swap 是不能够的 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教导 今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试探我们都会遇到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记得 上帝要我们读他的话语 只有读圣经 我们才能够知道 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东西 好了 今天的圣经节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好不好 我们来一起看 今天的圣经节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来我们看看 你骂清清楚告主的 人追求公义性的 仁爱和平 很好 来 我们大家一起开麦来读 好 读得很好 来我们大家一起 一二三 你要逃避少年 没有跟我读 来一二三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从那清醒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心得仁爱和平 一二三 二三 二十二 好 这个圣经其实都告诉我们 今天在我们当中 有些小朋友 好 有些只是小朋友 有些是大朋友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上帝要告诉我们 今天不管你是小朋友也好 大朋友也好 你都会受到引诱 但是要怎样得胜引诱呢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 就是什么 用上帝的话 用上帝的话 好了 今天呢 老师刚刚在我们的这个chatbox里面 放了一个成绩 在还没有放这个 这一个题目给你们的时候呢 上个礼拜呢 林贤解决 告诉我 要 等一下 要报告 做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 等一下 你们看不到 因为 张老师用两个screen 一下子走过来 右手 一个走过去 左边 我们看这个screen 来 OK 来 我们看这个screen OK 大家看到你的名字了吗 这是上个礼拜 圆满的爱 功课奖励 我们有13位同学获奖 陈子晴 韩 不只是三个 韩 子兴 韩 浩远 韩 凯远 陈嘉欣 林可 宣 奔 Yok Long 赖 玉 新 李海宝 陆子 号 陆子 旗 王源 广 王乐 安 王乐 兴 王乐 杨 哇 好多人得奖 然后这一个礼拜 我们来看看到底有谁能够得奖呢 好 张老师就先分享一下我的题目 我们来看这个礼拜的题目会不会很难 那么由于张老师都一直在教中学很少教小朋友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题目你们会做吗 你们看得到吗 好 你们好像还看不到 来我再分享一次 看不到 ok 下载 他不会出来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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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来给一点的耐心 ok 出来了 这是我们这个礼拜的google form 我已经share在这个link里面 或者子路老师也会抄下来 过后放在YouTube里面 然后第一呢 email email 你们有个email了 因为他答案你会send给你们 你们的姓名 你们的联络号码 好 今天如果你知道答案请不要讲 我只是读题目罢了 第一题 耶稣在旷野兽试探有多久 14个小时 4天 4个礼拜 还是40天呢 第二题 魔鬼引诱耶稣将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如何回应他呢 耶稣讲了什么 耶稣讲撒旦退我而去 还是耶稣说不要试探你的主 还是耶稣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事物 乃是靠神的话 第三题 魔鬼要耶稣听他讲的话 然后将世界上荣华富贵都给耶稣 这句话你认为是对还是错呢 ok 第四题 我想赚多多的钱 不管用什么方法 圣经用什么经文来鼓励我们呢 还记得吗 ok 第六 第五题 没有警察 我们就不需要遵守交通规则吗 最后一题 你们要逃避少年的失忆 我们的经文 同那情形祷告的人 追求公益 信德 仁爱 还有什么东西 请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就有答案了 好了 老师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胜过试探 在这里呢 我还没有做结束祷告之前 各位老师有什么要报告吗 张老师要提醒小朋友们点名 点名你们都点名了吗 都点名了吗 点名了 来啦 我们就做一个祷告 然后呢 还没有点名的人 就留下来点名 老师就没有点名 是等一下老师 等一下 来 你说 我要讲啊 那个你刚刚跟我们讲的那个东西 我的那个email 我的电脑 他的email就只有 cocoemail跟我妈妈email cocoemail也可以 妈妈email也可以 不重要的 他主要就是 你做了之后 他会send一份过去那边 谁都可以 谁的email都可以 没问题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忽略了 没有让你们发问问题 ok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不好 我们闭起眼睛 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 今天晚上 借着圣经的故事提醒我们 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里面 都遇到很多的隐忧 试探 魔鬼一直要我们离开上帝 魔鬼 魔鬼一直要我们做坏事情 但是 耶稣 我们的上帝 保守我们 我们求 上帝你引领 帮助我们的这些主日学的学生 能够 专心 勤劳地读圣经 然后用圣经里面的教导 让我们能够得胜 魔鬼 我们知道 圣经里面的话语的宝贵 在我们的 每一天生活里面 都记得 我们要多背圣经 因为 借着上帝的话来 得胜魔鬼 我们求 上帝的保守 让我们今天孩子们 有美好的睡眠 然后有一部分的同学 明天都要到学校去读书 求你神 你自己保守带领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求 Amen 好了 谢谢同学们 好 记得 在这里我们的check room里面 有一个点名 如果你还没有点 然后我也放了一个叫 主日学问答 就是我今天刚才share给你们的 问答题 好了 那我同学们 给你们三天到四天 好吧 最迟星期三 答回来 如果今天你这一遍看了之后 你就没有 还没有达到 你就去我们的youtube youtube里面下面就 就有这个link 你也放上去 然后张老师在星期三过后 就可以看 什么同学们打 尝试打 我没有说对完六题才有礼物 我没有说 我看谁答老师满意的都要送礼物 好 就是这样 好 再把时间交回给子鲁老师还是Aster老师 子鲁还要问吗 谁有点名的 OK 小朋友如果是 OK 子鲁好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老师 下个星期是Google Meet 还是YouTube 对 Google Meet 我们只是每一个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是YouTube 然后其他的星期都是Google Meet 所以下个星期你们要记得进来哦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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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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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